早晨,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渣故 今次有台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俊伦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朱sir,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个星期美国焦点相对比较重要 因为有晚众期待的CPI 业绩刚刚到今星期就去到它终极的尾声 有少部分企业都会公布业绩 譬如好像是Oracle 今天盘后就会公布业绩 在香港这边的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所以也是聚焦股市 譬如说人民币的汇率 或者今天开盘 因为受黑羽干扰的关系 今天可否站上万八点楼上呢? 还是连足低开低收呢? 我们都要留意 是的,万八点的水平现在都很重要 朱sir稍后会和我们分析 手不手一注 以及未来的后市他怎么看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 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星期五是做好的 但是整个星期计就要向下 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 8月份通胀数据 联储局官员上的星期五 发表甲牌的言论 带动美国的债息和美元回落 美国道指在低开之后回升 最多升127点 收市升75点 收报34576点 标志升6点 收报4457点 纳指升12点 报13761点 收市 全个星期计算 道指跌了0.7% 标指跌1.2% 纳指跌1.9%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星期五回落0.5% 欧洲股市上日做好 三大指数都是向上 一起看看照片美股 苹果的股价连跌两天后出现反弹 最多升1.5% 收市升幅收窄 升0.3% Tesla就要跌超过1%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目股ADR 相比本港星期四的收市 普遍要跌 京东和腾讯都比本港收市低过1% 美团阿里巴巴和百度 就比本港收市低过1% 看看汇控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 高出1% 折合57.97% 而港交所、建康和比亚迪 都比本港收市低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疫情平均指数早段向下 跌60点 报32,545点 首义终合指数未升2点 报2,549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16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最新跌20点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是哪里不大 未升10点 现在的情况是 未升13点 恒指在18点以下 稍后开完市 对完盘 我们会跟大家跟进 先和朱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两大焦点 第一大就是数据上 星期三将会公布8月份的CPI 但无论如何 现在预期9月不加息的机率 就增加到95.3% 美汇逼近105的强势水平 上星期美股要向下 传统说法 有一个9月魔咒的说法 你估计9月美股大市 是否也是偏淡 我们看到9月的市里 暂时可能是一个 所谓的上落形态 我们会觉得 它晚4点以上 未必可以正式地突破到 一来就是说 在9月的所谓的统计里面 而且9月来说 是跌的幅度来说 即机率相对来说 是比较多一点 如果用历代的统计 而我们就是说 在另外里面 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的CPI里面 其实都要 大家要调调的技巧 就是不要太注重 普通的CPI 应该注重 核心的CPI 因为之前 其实一直困扰着大市 为什么一直都不肯降息 或者就是说 为什么有息率联邦利率 都去到五厘流上 其实这一个 已经是自07年以来 最高的水平 为什么市场可以承受到这么久 或者可以承受到这么久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撇除了食品和能力以外 的核心通胀 仍然相对比较高 亦是远高于联储局所定下的 中长期的目标是2% 因为之前也讨历过原理 就是说究竟是对于长期通胀 究竟联储局 是有什么终极的 这个是解决的方案 我们之前也解释过 不外乎是几种 一是就是说 重力地加息 然后就是让它断桥息 让它跌下去 就有点像 08年金黄海啸 而第二组就是说 是相对是比较 用长一点的时间去忍去 这个下 就通过大概 两至三年的时间 然后将那个通胀 够下去 2%的终极目标 而第三就是暗瓦底 名女暗女 是提高了 所谓通胀预期的目标 就由长期订的2% 到举手投降 然后就撥回去3% OK 当然了 现在看回联储局的 所谓的言论 或者意志 似乎也很坚定 是第三组的情况 就去排除了 现在只剩下第一和第二组 去选择 这个下 我都会觉得 联储局是会 会继续加息 这个下 不过尽量就不要搞到 加到有一些突发性 好像3月那样 一些金融的危险 这样 这个都相信 它会去提防的 也都 当然了 这个世界有些机会 都人数不如天数 但是都尽量希望 麻烦他帮帮忙 这样 不要搞到事情搞到太糟了 OK 那变了在整体 看那个核心的CPI 相对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都很坦白说 你看到预期 虽然说是降低到4.6 但是4.6 你都感觉到 其实4.6 是和普通CPI 3.6 是倒挂 倒转了 OK 之余 也重新 是远高 联储局的目标 是中长期的目标 所以 因此 就是说9月 当然不加息 但是去到 理论上去到11月 理论上 就一定加禁制 是 加多一次 这个加多一次 那么 变了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美股 始终 你要明白股票 在命名之中 就算一段时间 是不跟随这个稳率 还是理论上 在长期的角度 是必需要跟随这个稳率 这个稳率就是什么 就是说 那个股票的估值 理论上 跟联邦利率 是成反比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道理 因为你无风险 一定是零风险 那麽制的物体 你的利率 是那麽高的时候 那你就算告诉我 Apple是20倍PE 其实如果用PE的道数 去计算 其实你是和联邦利率 一样而已 还是可惜 以Apple为例 现在Apple不是20倍PE 它反向 推回下面的低位 130多米 那时才是20倍PE附近 它现在是接近28、9倍PE 这个 OK 那就是说 那些股票 拉了上来 在油的低位 那它都不会 那麽快 是倒螺倒螃蟹 派回去的 只有足够的证据 是证明了 譬如说 CBI维持得仍然很侯狂 或者加息 可能时间仍然很长 那到越来越多人 是失望或者绝望的那时候 那它才会 将股票的价格 嘔吐回去的 那这个 那这个是一个 比较长远 也都未必会 那麽悲哀的过程 那我们要用时间去观察 那第二 我分析了那麽多个点 就是反向 亦推一句 我中心的思想是什麽呢 就是指数 以美股的角度 是相对的高位 对它来说 这个已经是最好 或者是最幸福的事情 或者对于是 惊不起风落的投资者 这个已经是最好的事情 那么 那麽枉论是 拨过去又大赢去上突破呢 那我觉得 如果这个 这样去 那麽乐观地扭 就未免 就真的太过乐观了 我们谈谈苹果之前 我想多问两句 就是你刚才 都很肯定地说 你觉得未来11月会加息 但是刚才你说 那个主要核心 你都会看那个核心CPI 是的 现在预测值按年升4.3% 其实是连续第五个月回落 那为什麽你的评估 还是会觉得 加息周期是未完 其实和一个主流的看法 好像都不是完全相符 那麽 那麽其实你现在是 在一个环比里面 当然来说 是不断地回落 这个 那麽问题 我们看到是在一些 指向的角度 譬如我们主要有两个点 这个 譬如说 你在它楼价那里 它基本上 整个加息的周期 是近乎 没有什么下跌 那麽 这个要明白 那你如果是楼价 不怎样回 还要是近期有一些 可能是企稳 或者是回稳的迹象 那麽你的房屋的租金 亦都很难回 这个 那麽如果你房屋的租金 是很难回 的话 那你会令到 核心的CPI 是压到某个地步 就是我们有些 那个比喻是叫压弹工 这个 压到某个极限的时候 其实你未必是 那麽容易地 是再令它那麽按下去 那麽另外一个 最主要就是 人工的升幅 那人工的升幅 的确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 相抗之处 因爲现在 那个人工的升幅 的确是同比仍然有上升 但是那些上升的幅度 亦都开始来说是放慢 那麽 所以这一部分 就可能可以救助到CPI 也不停 那麽最后一句 就是说在再一些 的子壳里面 譬如说 Let's say Transportation 那些 或者一些零售的 一些数据 又可能由于 各个之间 就是坦白说 除了中国以外 除了中国以外 全世界大家 好像很融洽 那些飞机都飞来飞去 就是打个比喻 那麽第一个比喻 是确实的 那麽大家 在出行频密的时候 那麽很多的 demand 亦是上升 那麽还有就是说 现在市场 都要过到一个阶段 就是说 你打个比喻 你停了三年 那麽很多Transportation 或者所有配套的东西 它有投资不足 现在就是说 基建投资不足 或者是 颓废了三年 然后突然间 那些 demand 不断丰庸 这单过来 然后你前期的设施 或者 demand 就是你前期的 supply 也都不足 那我现在要度过这个过程 是由under supply 然后把 supply 拉回来 那麽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是被所谓供需的 暂时的反向失衡 其实是暂时来说 仍然有一定的程度 都是这样的 那便是说 未到过这个所谓 由供需失衡期 拉回到供需平衡期之前 那麽理论上 CPI仍然可能 维持是一个 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还有最后 也是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刚才那个论点都说 你留意多些核心CPI 那样 但是我都要科普 或者是补充它 CPI 即是普通的CPI 你又不是说 完全终极地 是完全没有到 那样不看的 因为有个不幸的消息 其实也想提醒大家 大家都没什么留意 最近在布兰特旗油 又去到90元 是 那这个油价 如果是继续保持在这个位置 相对比较高 那你变了是相对 前半年的密集区低位 是70多元 变了高了十几二十百分钟 是 那到时你又倒转 可能会有个很吊诡的结论 就是说 会不会好像 就是弹出弹入那样 比如就是 哦 当那个CPI 就是核心CPI 是压低了之后 你以为很开心心 怎样知道 你普通的CPI又拉回来 是 然后你的普通CPI 压下去之后 你的核心CPI又不行 就是那个天平 就很难两边一起压下去 就变了整天都一哥低 一哥低 还是联储局的目标是什么 联储局的目标是 要这两件事都和我解决 是 你普通的核心CPI 你和我全部都掃下去 那你变了 你弹出弹入 一边高边低的永远 那你联储局很难说不开始的 这个 OK 那当然了最后 也要提醒投资者 其实 Rendy提出的点都很好的 那还有一个点要提醒呢 其实市场呢 你看看利率期货呢 这个利率期货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利率期货 直到到这一秒都好呢 他都不觉得会再加息的了 这个年代呢 利率期货才是主人 是 甚至利率期货的判断呢 是反向控制联储局局长的 这个 在以前的年代是这样的 还是可惜今次 我和你科普 今次不是的 因为利率期货呢 是炒粉了很多次的了 是炒到没有人再信的了 这个 就是好像港股那样 没有人再信去升的了 这个 虽然仍然有多信去升 好像香港玩了你一万次 就原来一模一样了 所以我坚信呢 今次其实是利率期货的 预测准成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而第二个显示就是说 如果利率期货今次 是错了一百次之后 他今次又是错第一百零一次的话 那其实市场呢 就会那个reaction 就会相对比较不开心 比较可能会发脾气 是倒一些货下去了 这个 这个 所谓最后的风险 大家都要去留意一下